安波NBA篮球快訊 星期四早早 MEA常規賽繼續上演一場大戰 快艇將主場迎戰太陽 屆時直播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快艇在擁有一批優質角色球員的情況之下 他們最近四仗取勝三場 而且隨著核心皮 阻止的復出 球隊實力得到進一步提升 而太陽上平起營隊使最佳戰職 球隊今場當然希望能夠再接再來 繼續刷新紀錄 這樣一來 雙方這場交鋒必定會互不相讓 上演一番龍爭虎鬥 快艇在里奧拿得 繼續雙缺同屁 阻止這隊雙核組合幾乎缺陣一個賽季的情況下 他們能夠拿到西岸第八的成績所定附加賽資格 實屬難能可貴 而且來到常規賽的尾聲 E.佐治已經成功復出 而且在復出首箭拿了34分 逆轉擊敗強敵著時 目前復出參加的三場比賽當中 E.佐治軍場拿了24分 3.7個藍板 六次助攻和三次偷球 這位核心的狀態已經慢慢恢復到健康水準 更加可喜的是 快艇最近四仗取勝三場的同時 上場戰勝唐鵝歌場更加充分展現出全民皆兵的屬性 除左皮 佐治和列治即迅兩大主張得分上雙之外 馬古斯摩里士 佐巴域 泰蘭斯曼欣 堅拿特和夏頓史端 這五人合力拿了79分 31個藍板和7次助攻的豪華數據 可見球隊擁有一批非常出色的角色球運 這個都是為何在里奧拿特和P 佐治幾乎缺陣一個賽季的情況下 快艇能夠拿到西岸第八好成績的根本原因 即使這次面對聯盟第一的太陽 相信快艇都不會輕易言敗 陣容方面 還有後衛即使古比同樂文保維等人因相憂戰 太陽上場起營隊史最佳戰職 他們121比110擊敗胡仁 導致胡仁確定無緣附加賽資格的同時 太陽都拿了63場勝利 這個是他們對史丹賽季勝場數最多紀錄 而且將在季後賽中擁有全部的主場優勢 更加可喜的是 在同胡仁歌場當中 陣中兩大核心迪雲布加和迪安祖艾頓成功復出 而且同基斯保羅組成三巨頭帶領球隊取得勝利 其中基斯保羅更加再入史冊 他四度帶領不同球隊創造隊史最佳戰職 唐鵝、快艇、火箭和太陽 另外,雖然太陽已經創造隊史最佳戰職 但在還有三場常規賽的情況下 他們可能會繼續刷新紀錄 畢竟兩大核心迪雲布加和迪安祖艾頓上場 復出首戰狀態很好 他們兩個合力拿了54分 20個藍板和6次助攻 尤其是在基斯保羅的輔助之下 迪雲布加的得分天賦得到了完美展現 所以這場比賽 相信太陽會繼續全力以赴 陣容方面 前鋒達里奧沙力和卡明斯基都恩相憂賤